3月30日,李嘉航在社交平台晒出隔离近况 自爆已经被隔离20天,头发长了很多 看他晒出的视频背景应该是在家中的卫生间 穿着一件浅色的T恤,打扮得休闲随意 他的头发已经长到快要盖过眼睛 没有了荧幕上帅气的造型反而看上去更加接地气 李嘉豪除了头发长了之外,胡子也多了许多 似乎并没有修理,满脸胡子邋遢 看上去气质便成熟了不少 不过他的心态很乐观,还在镜头前对网友比心 似乎并没有因为隔离时间太长而感到焦虑 李嘉航表示等到解封了,自己第一时间就要出去剪个头发 网友看了他晒出的近照,直言虽然看起来沧桑许多 但是好帅,李嘉航目前居住在上海,疫情的状况十分严重 最近一段时间也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在如此关键的时刻,好好待在家里服从抗疫安排 就是最好的防疫 最后,也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也期待李嘉航有更多优秀作品 隐藏 花姐 AAAA 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